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27日,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发出的声明。 他表示,现在美国已经无法认证香港的自治地位,这样的举动可能对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与美国的特殊贸易关系产生深夜影响。 在一份声明中,蓬佩奥表示,对香港不应该继续以1997年7月之前美国法律对香港所适用的方式来对待。 他表示,基于当地的现实,没有一个合理的人今天可以一理断言,香港保持着对中国的高度自治。 周三的这一举动是根据美国总统川普去年签署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采取的。 现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准备通过一项国家安全法,以限制香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蓬佩奥的决定为一系列后续选项打开了大门,从对中国高官的签证限制,还有资产冻结,到可能对来自香港这个前殖民地的商品征收关税。 其他措施还可能包括对于中共官员的其他限制。 蓬佩奥表示,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与香港人民一起抗争。 反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剥夺他们所承诺的自治权。 中共斥责美国批评对香港的举动是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并承诺进行同等报复。 但是,美国国务卿周三的声明是一系列外交互动中的最新举措。 向国会证明香港不再拥有中国自主权,不会再根据美国法律被给予特殊待遇,是非常空前的重要举措。 为什么这么讲呢? 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将加速香港的经济和金融衰落。 中国对香港的政治控制力现在已经越来越强,已经使得香港的经济和金融面临着不再独立自由的指责。 美国长期以来给予香港的优惠地位,使香港成为了美国首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而中国上周公布的全面的新的安全法,将把在香港的叛乱,外国势力干预,还有分裂国家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此举,已经美国随后的反应,让这个曾经的半自治城市,作为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岌岌可危。 现在,美国和香港每年的双边贸易额是670亿美元,又超过1300家美国公司在香港拥有业务,有8万名美国公民居住在香港。 自从1997年,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以来,香港一直在自己独特的法律制度下运作。 在那里,人物和企业的生活经营比中国大陆要自由得多。 去年,一项要威胁破坏香港自治的引渡法案,引发了香港人大规模的抗议。 北京的新举措可能走得更远。 活动人士担心镇压会让香港成为另外一个中国内陆省份。 值得关注的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部闻奥布莱恩在周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 如果蓬佩奥国务卿决定无法证明香港的自治权,那么美国将对中国和香港实施制裁。 以下是蓬佩奥的声明全文。 他表示,国务院根据香港政策法的要求,必须对香港的自治权进行评估。 在仔细研究了报告期内的事态发展后,我今天向国会正式证明, 美国法律对一九九七年七月前对香港的处理方式现在已经不再适用。 基于实际情况,没有一个合理的人可以在今天合理断言,香港仍然维持高度自治。 数十年来,香港积极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和自由的人们作为一个自由的堡垒而繁荣昌盛。 这项决定让我不敢愉快,但是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就必须承认近视。 虽然美国曾经希望自由和繁荣的香港能为专制的中国提供一个样板, 但现在清楚的是,中国是要香港以自己为样板,以自己为榜样。 美国与香港人站在一起,与香港人一同进行斗争, 反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拒绝,原来承诺的给予他们的自治自由。 而根据路透社此前的分析,中国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 可能招致美国取消香港在美国法律下所享有的特殊地位。 这样的举措将对贸易和投资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企业反对华盛顿在承认香港是充分自治城市方面有任何改变。 美国的主要企业在香港享有进入中国和东南亚的通道, 从葡萄酒到金融服务等经济的各个层面, 双边贸易在香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美国的新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至少每年检查香港是否保有足够的自治权, 才能够有资格享受优惠的美国贸易条件。 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四曾经警告表示, 华盛顿可能对于中国的港版国安法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 香港的特殊地位产生了变化,可能产生以下后果。 首先是对于企业。 撤销特殊地位将对在香港经营业务的一千三百多家美国公司造成问题。 这当中几乎包括所有的重要的美国金融企业。 赴港旅行免签可能会变为严格的中国签证规定, 从而阻碍商务旅行和工作签证的审批。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截止2018年, 美国在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是825亿美元。 2018年, 香港在美国的投资增加了35亿美元, 达到169亿美元。 香港的自治权、公民自由、法治和中国内地市场准入, 使其对跨国公司格外具有吸引力。 这种地位的改变可能会迫使一些美国公司耗费巨资迁移到其他地方去。 很多美国投资公司投资香港是因为香港的特殊地位、地理位置以及起于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一则声明中表示, 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将不可挽回的损害美国的全球商业利益。 再有就是贸易方面, 随着香港无法享受美国优惠关税待遇, 美国和香港年度商品与贸易服务中大概有670亿美元将延连风险。 相比中国内地管理较多的经济模式, 香港得到了对待方式不同, 其对美国的出口受到区别对待。 香港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零关税, 这也将受到影响。 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去年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中, 香港的贡献最大是261亿美元。 根据香港工业贸易署, 2018年香港是美国的第三大酒类出口市场, 第四大牛肉出口市场, 第七大农产品出口市场。 还有就是对广泛的中美关系的影响。 北京认为, 美国撤回香港的特殊地位是根涉其主权, 中国此前已经威胁将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 康奈尔大学贸易教授, 及前国际货币基因组织中国区的负责人普拉萨德表示, 香港是中国面临的经济以及政治议题热见, 就像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一样。 他指出, 川普不瞒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 这已经使得美中贸易修兵岌岌可危, 加上北京对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承诺采购起步缓慢, 可能使双方陷入新的分税和反制裁。 美国在香港仍然设有单独的出口管制办公室和学术交流机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Can you tell us what you plan to do regarding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for its pending actions against Hong Kong, and do you also intend to put restrictions on FNJ visas for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hina? Your question's early. We're doing it now. We're doing something now.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but I won't be talking about it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it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John. Okay. But i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I also want to thank Seema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job you've done. The bill in Congress that's related to the Uyghurs, it passed the Senate. It's going to be up in the House. Are you willing to sign that? We'll take you to look at it very strongly. They're going to report this afternoon. I'll be looking at it this afternoon. Something special that you mentioned on China, does that include sanctions? No, it's something you're going to be hearing about over the next, before the end of the week. very powerfully, I think. And the question I found to be a very interesting one. Are you considering, for the good of the U.S. economy, are you considering lifting the flight ban from Europe in the next weeks? Well, we're just putting a ban on, as you know, going on immediately, essentially, almost immediately, to Brazil and from Brazil into our country. So from Brazil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re having a very hard time in Brazil. We'll be doing certain announcements on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Europe, as we move along. And where they're making progress, we'll start to open it up. But only where they're making progress. They're making some good progress. I think we're making very good progress. We're making very good progress on the economy. The numbers are better than anybody would have anticipated. And certainly, I think that's been reflected in the stock market, which had a very big day. And it's over 25,000. And when you think 25,000 is a very high number, when you think that it was at 29,000, and now it's at 25, that's a very big day. It's up very substantially over the last six months. So we had a very big day. But people are seeing what's happening. They're seeing there is a pent-up demand, as I was predicting. When we got rid of the individual mandate, essentially, we got rid of Obamacare,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和声明及基本法中对香港的自治承诺与义务将面临强制性制裁 法案特别对上述违反基本法的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 实施强制性的二级制裁 涂密说新法与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的不同在于扩大制裁的范围 且特别着重在对金融机构的二级制裁 此外新法还将让国会有权力表决推翻政府免除制裁的决定 这个新法是对现有法另外的一个重要补充与强化 让我们有更多外交工具能运用 2019年底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要求美国政府每年5月前审查香港的自治情况 并授权对涉嫌侵犯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 甚至撤销美国对香港的特别贸易待遇 美国国务院本月初宣布延后发表这份评估报告 为的就是等待中国两会可能采取的行动 在包含美国国务卿在内的美国官员接连针对港版国安法发出强硬谴责责后 外界关注国务院是否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待遇 至截稿国务院尚未回复本台询问相关问题 香港教育大学政治学者方志恒 25日在美国杂志外交家撰文指出 香港是新冷战的原爆点 北京强行引入国安法显示习近平政权的中国民族主义路线 由香港开始到台湾南海中印边界等地将进入地缘政治动荡的时期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对港版国安法做出可能制裁表态回应说 如果美方质疑损害中方利益 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击 中国政府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的决心 坚定不移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 范赫伦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美国希望避免与中国的新冷战 这不符合两国利益 但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 我希望能避免与中国进行冷战 中国政府必须做出决定 我们的立法主是针对如果中国继续往这条路走 推动港版国安法可能会面对的后果 中国必须了解 它应该遵守国际协议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回答本台提问 实则表示 在美中关系复杂的情况下 他仍期望美中贸易协定能继续分阶段达成 目前两国贸易关系需要重新调整排序 但他仍期望推动美中两国广泛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在北京当局即将长行通过香港版国安法之际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推出了制裁法案 将制裁限制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 以及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推出制裁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范和伦和共和党参议员 土米星期二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所推出的香港自治法是去年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补充加强版 目的在于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 以及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法案的内容 制裁的对象很有可能将扩及所有中国的主要银行 我们来请听议员怎么说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s really the acceleration and the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step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taking to increasingly systematically den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fundamental freedoms that they were promised Most disturbing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igning through the anti-sedition bill in Beijing which is a very, very chilling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would dramatically undermine basic fundamental freedoms that have been guaranteed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purpose of this is to target those who are undermining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to target those who are violating the joint understanding and the basic law and deprivi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of the freedoms they were guaranteed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已经向国会报告表示 无法确认香港继续享有高度自治 其实在此消息之前 已经有多位的两党议员表示 对于国务院会做出有关的决定和宣布 并不感到意外 也预计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 在星期四获得中国人大表决通过之后 也势必将会引起另一波不惠两党议员的同声谴责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就在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际 2020年5月22日 美国政府发表了长达16页的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发表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国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么两年半之后的这份报告 就只针对中国 表明共产中国正式被确认为美国头号敌国 这份报告首先把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区分 报告指出 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尊重 与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联系 我们不谋求遏制中国的发展 也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 指明 美国反击中共 并非中共所宣传的所谓 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 而美国与中共切断 并非与中国人民切割 这份战略方针 通篇把习近平称为总书记 而不是国家主席 显示 美国把他等同于前苏联总书记 再次确认 美国与中国已经开始冷战 21世纪的新冷战 这份报告阐明 中共经济改革终止 伴随政治倒退 政治改革也同样萎缩和倒退 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被沁司 习总书记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 实际上 无限期的延长了国家主席任期 这些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 指明习近平是中国政治倒退的主要推手 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 最为恶劣 报告引用习近平在党内的讲话 宣称资本主义必将消亡 社会主义必将获胜 证明习近平对美国怀抱敌意 以击败美国为其战略目标 报告数落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六大政治恶行 一 借反腐运动侵袭党内政治反对派 二 为博客 活动家和律师进行不公正的起诉 三 按照设定的比例 逮捕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 四 对信息 媒体 大学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 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 五 对公民 企业和组织 进行监视和社会信用评级 六 对被视为意见者的人士进行任意拘留 酷刑和虐待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指控中共人权迫害 通常指后面五种情形 但这一回极其罕见的 把亲戚党内反对派纳入其中 而且排在习近平政治中恶的头条 其意义不同寻常 至少说明两件事 其一 美国已经撕破习近平的首位反腐运动 其选择性反腐 乃是以反腐为名侵袭党内政敌 类似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大侵袭 其二 美国认为用表面上的经济罪名 侵袭党内反对派 同样属于人权迫害 为中共党内政治反对派说话 特拉普政府在这里发出重大信号 不再承认习近平的领导地位 明确支持中共内部的反习人士 反习正义 强烈暗示中共应该换人 习近平是美中走向全面敌对的最大祸色 只有换下习近平 美中关系才有可能缓和 如若不然 这是全面的切断和脱钩 冷战或者战争 面对习近平政权在南海 台海 东海和中印边界的全面出击 挑衅侵略与扩张 报告表明 特朗普政府正实施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 美国正在建设合作伙伴的能力 称化互助合力 以发展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前线作战力量 并与盟友和伙伴充分集成 以威慑和抵御中国的侵略 今年2月 中国推出健康码系统 市民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申请 确认有否感染武汉肺炎 作为出入各省市的凭证 虽然近日各地疫情逐步消退 但杭州市卫健委却提出 未来要把健康码用于更广泛领域 名为一马之剑的计划 将通过收集个人电子命令 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数据 监控市民的健康状况 并呈现评分 同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 比较不同楼道社区和企业的评价和排行 杭州一名要求匿名的保力界人士相信 当局以监察市民健康为名 考虑永久实施健康码是另有目的 我觉得他们倒不是说收集信息的角度去考虑的 我倒觉得他们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去考虑的 他们是一种极权思维 就是把你们管出来 他们如果要收集信息的话 我们现在的收集已经是一同步路了 不需要再通过这个健康码这个方式了 他占信扩大使用健康码会构成歧视 健康码把分成很多很多的颜色 那将会对人的健康情况安排一些可以活动的一些场所 那么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就是说 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进行分等级的区别对待了 健康码分成这么多的等级以后 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将会出现一些不区别对待 就是会产生一些歧视的 你把比如说乙肝携带者 然后像什么特别嗜好的人区别开来的话 就是选到了对这些少数群体的歧视 中国大陆有舆论更主张 把所有基于防疫而收集的数据一刀切销汇 就是说销汇倒没有必要了 首先是掌控在水手上 第二个掌控水手上的这个能 应该受到粘密的监管 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滥用这些信息 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收集这些信息 为了这个公共健康安全 这是有这个必要的 但是你收集这些信息 必须得保障你的正当用途 你不能够泄密 而且你这个使用也要受到监督 如果是在民间公司的 比如说是支付宝 所委托的一些民间企业 这些信息应该交给政府部门 健康码常态化的消息曝光后 舆论几乎一面倒反对 杭州居民楼女士承认 对健康码很抗拒 疫情已经过去了 不是要健康码了 大家都健康了 你说还要健康码有用吗 多麻烦 就是多不方便啊 你们也知道 这里是什么情况 对吧 就连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也对健康码常态化计划有保留 他透过视频脱口秀发生 担心这样做会冲击个人隐私 健康码的使用范围不应扩大 不应随意增加个人信息 而且相关数据要严禁企业 以商业目的获取 更重要的是 除了防控疫情 健康码不应被用于对个人进行综合评价 不得被用来甄别一个人在与传染病无关的方面是否健康 以此来对不同的人进行分类或者评比 胡锡进说 保护隐私是中国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 对此有严格监管流程 必须防止把抗疫常态化 变成采集使用个人信息常态化 否则会面临法律和伦理争议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西拿大卑诗省法院法官霍姆斯 在长达23页的裁决书中表示 孟晚舟引渡案所要求的双重犯罪要素成立 法官认为可以将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 视为了解孟晚舟所谓欺诈行为的背景 而不必将其视为行为的内在部分 孟晚舟的律师辩称 由于加拿大没有对伊朗实施制裁 因此该银行不会面临风险 不可能有欺诈行为 在加拿大不属于犯罪 但法官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判决书中写道 孟女士对双重犯罪进行分析的方法 将严重限制加拿大在引渡欺诈和其他经济犯罪的背景下 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 但这并不表示孟晚舟立刻会被引渡到美国 加拿大法律援助组织 Access Pro Bono的法律专家吉米言表示 孟晚舟可以提出上诉 所谓的双重犯罪认定案 可以走到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此外孟晚舟的律师已经提出 逮捕程序上的违宪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 由于逮捕没法呢 也有可能是说 把他警察报告去出了此理 觉得你抓他的东西 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你的手段如果是非法呢 这个也是不对的 但这个案件涉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层面 此案深深牵弃着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尤其是中国当局在孟晚舟被加方拘捕后 以违反国家安全为理由 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 康明凯和斯帕弗 过去中方不断敦促加拿大 尽快释放孟晚舟 称这是家中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 律师李克伦担心两名加拿大人的处境 会更艰难 中国恐怕会进一步推进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件作为报复 他们甚至可能会背叛死刑 我觉得这是令人担忧的 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将会在外交经贸上陷入更冰冷的窘境 孟晚舟位于温哥华的住所一大早就挤满了媒体 法院外也有很多支持孟晚舟无罪 和反对孟晚舟被释放的民众在场 支持孟晚舟的人表示 加拿大不应该随美国起舞 这很明显是一起政治事件 但有反对者认为 加拿大只是遵循加美引渡法而行 真正将此案政治化的是中国当局 所以才会拘捕两名加拿大人作为报复 孟晚舟案 接下来的停训日期是6月15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 温哥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评论认为 这仅仅是中共在疫情期间趁西方自顾不暇打出一套组合拳中的异拳 最近一段事情我们看到中共加强对台湾的武力恫吓 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统一时刻意漏掉和平二字 释放这个解放台湾的讯息 在南中国海 中国海警撞沉越南渔船 大批中国船只在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游异 来宣示主权 在中印边境呢 两国军人大打出手 紧张局势在不断升级 那么中国对港台接连出重手 在国际社会强势出击 这是出于对国际形势的一个清醒判断 还是习近平的一场冒险豪赌呢 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副教授叶耀元博士来为大家点评 好 叶教授您好 你好 最近一段时期呢 我们看到中国在境外四面出击 除了所谓战狼式的那个口诛笔伐之外呢 北京呢在香港 在台湾 在南中国海 甚至在中印边境 都拿出实际行动 来展示中国的强硬 我来请教叶教授 西方媒体现在呢 抨击中国威胁的这个声浪在不断升高 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现在主要 当然一开始这个抨击中国的现象 还是源自于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吗 关于这个新冠肺炎武汉肺炎 它在世界的肆虐的这个状况 已经造成大部分国家对这个从中国输出来的病毒产生反感 那当然反感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说是病毒本身的关系 而是中国是用这种大外宣战狼式的方式 在想办法要扑灭任何对中国的批评 尤其是在武汉肺炎这件事上面 所以说这个反感从今年大概二三月开始就已经渐渐形成了 那当然现在中国这个比较强硬的外交态度 还有这个相对在南海台湾 或者是中印边境的上面的一些作为 会反而对于周遭国家造成一些安全上的疑虑 这就是这就变成说 以现阶段的条件来讲 当然对中国来说是相对来说 在国际上的形象已经有所打击 但是不知为什么 或者是我们应该这样说 就是北京当局现在的做法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完全不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来处理它外交上的困境 而反而是用一个强硬的方式去跟其他国家宣扬自己的国为 那这个某种程度 如果我们要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的话 当然有两点可以去看待 第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某种程度认为 自己已经准备好要跃升成为一个世界的霸权 所以他必须趁这个 我们常说嘛 趁你冰要你命 所以趁这个世界大多数的强权都在生病的时候 趁这个机会能强硬的推展自己的外交实力 那当然这个是对外来说 那我们若从另一步来看的话 现在在习近平执政之后 国主主义的是非常的鲜盛 所以说这个中国人意识 或中国人强盛的一个概念 已经升值到每个中国人的民心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 或中国的民众来说 他其实是希望看到一个强硬的政府作风 不要再对西方世界低头 那这个内需所造成的一个外交上面的政策 就可以从此看出 那么我们看到在两会期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他再度提出了要加强军事斗争的这样一个准备 向外界展示他的强硬 另外呢 外长王毅也为战狼外交辩护 称要对污蔑攻击中国的言论 予以坚决的回击 我来请教叶教授 中国国内外呢 有许多这个言论批评习近平 说他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样一个策略 但是有许多人支持习近平的强硬路线 认为说呢 您刚才谈到一些 就是说呢 实力壮大了 想藏也藏不住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国族主义操纵之下 并不是说中国是不是在实力上 已经可以与西方世界强权 直接硬碰硬的斗争 而是在于说 国内已经产生一股压力 就是中国已经崛起 我们不应该再对西方势力低头 那依据这样的一个舆论前世来看 韬光养晦这个做法 现在已经不符合民众的需求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离应外外应的 应该这样讲 这个其实是一种 双边所造成出来的一个政策的 政策的凹抗 简单来说 中国会突然的用这种战狼式的方式 或者是用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态度 或者是强硬的去发展这些军事实力 其实某种程度是因为 它已经创造一个民众对于中国强盛的一个期盼 那因为回应这个期盼 它没有办法去向国外低头 所以说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0192020年的时候 中国对外的势力或对外的态度 转变得非常的强硬 这当然有一个有另一个部分是因为 不管是从贸易战到目前 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所以大多数的国家或者西方社会对中国 其实是有些许有些谴责的 那为了去回应这些谴责 中国当然如果我们 而我中国北京当局他就自己去承认说 这是他们的错误 或者他们在政策上面防疫措施 一确有一些疏失 这其实会让国内的民众去小看了这个政府 会让国内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相对来说比较不去支持 所以为了延续这个高涨的一个民族情绪 跟一个对共产党的支持 他必须要用这种强硬的方式来回应其他国家的批判 那么您谈到疫情 我们就来看看疫情对这个中国外交路线的这样一个影响 也许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呢 导致中西方这个实力对比 这个消长给了这个北京许多底气和这个信心 北京现在认为呢 这个仍然在疫情中挣扎的美国和西方大国自顾不暇 所以中国应该趁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这个声索和主张 因此呢 现在我们才看到才有北京啊 对香港 对台湾 对南中国海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强势出手 我来请教叶教授 您怎么看这次疫情对于美中以及其他西方大国与中国实力 这个对比的这样方面的一个影响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当然我们看最近 最近美国的情报局有发布一个报告 一个报道 应该说是一个report 他这个report上面就是去谈说 在预测在2030年的时候 美国与其他世界强权 他的势力消长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在这个报道里面 他强烈的建议说 中国的崛起是有可能会超越美国的实力 或者是国际影响的 所以说从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会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 去所谓的做一个超音感美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觉得根深蒂固来讲 这部分的一些分析都会有一个盲点 就是现在都我们都假设 疫情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欧美各国 那中国其实已经算是防疫成功了 所以说在现阶段来讲 或者是在近期的未来 他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这种论点其实某种程度是有很大的错误的 因为中国他之所以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精细强盛 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是仰赖他对外出口 大概是仰赖他作为全球生产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工厂 来提供不管是原物料或者是基础的一些工业产品给世界各国 但是当西方世界国家他因为疫情的关系而造成经济停摆 其实这个经济停摆反而会让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产品需求也急速下降 那意思就是说现在中国去谈说他们要做复工复学 这些阶段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他的经济水平拉回到过去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我是存在非常大的疑问 因为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复工到后来会发现你工厂复工了 可是其实没有一个出口国家可以去运送这些产品 那你复工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重点是中国现在是仰赖全球世界的一个消费产能 去做去维持自己的经济成长率 可是这个消费产能在最近这几个月已经看到一个显著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季的时候 大多数西方国家他的他的GDP成长率都是负的 在我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季这个winter quarter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还是一个positive number 美国我记得最新INF公布的数据 他的经济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将近是-6%左右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些西方世界国家的消费产能 有如此大的一个急剧的降落 急剧的减少 那这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代表是一个中国的机会 我觉得这反而是中国必须要相对来说比较小心的地方 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实力下降的可能性 但是某某程度 因为这个全球化是经济市场 它也有可能让中国自己遭到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损害 那么就是许多中国人说的 工厂好不容易开了 可是订单 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 就以港版国安法为例 这个指出说北京呢 并不是非常草率的 就是做出了向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决定 而是在通盘这个叫推演国际形势之后呢 推论自身不会付出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代价 因为国际间虽然经常谴责北京蛮横 却不会实际做出成绩 我来请教叶教授 您如何预测 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次对北京的反应 真的 难道真的是可能叫直动嘴不动手 我觉得直动嘴不动手的可能性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当然从北京方面在沙坦推演的时候 他认为他今天对于香港的涉入 或者是收回香港的自由 西方国家因为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互来 他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香港基本上是 香港是群中国为二的free port 就是自由贸易区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透过香港 再转运到中国去 香港作为一个金融跟贸易的转运点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如果当你收回了一个香港的自由权利 那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今天香港的经济体系是不是会跟中国越来越对视 基本上他们在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他们在对自由市场的保护 是不是就会就此而消失了 那如果这件事成真的话 其实对于西方各国来讲 那跟香港的贸易就会结果论 结果论来说跟中国的贸易有一样的风险 也就是说今天为了保障香港的自由 保障香港的市场 我们所谓的自由经济市场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的 因为它可以透过香港而去取涉到这个中国广大的市场 但是如果香港不再是一个有自由 有法律保障的一个市场的环境的话 那其实对于这些西方世界国家来讲 它会它必须要采取一些作为来保障自己的贸易上的 或者是金融上的利益 所以说我们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可能不会只是动嘴 动嘴不动手 这个有可能动嘴动手要一起来 它必须要让中国去了解一件事 就是对于中国来说 它当然说这个香港法 它的重点是在于要延伸 或者是保障自己国安上面的一个需求 可是从西方各国的角度来看 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对人权 对自由市场的一个可能的侵害 那会造成双方的共同利益的减少 所以说它必须要站出来去提出一些作为 那很有可能的是大部分的国家都跟香港有自由贸易的条约 那这个自由贸易的条约可能会被取消 那这个取消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又会更深远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中国内部或者是共产党内部 应该说吧 就是这个狼派的势力大起 大家都觉得现阶段是一个中国崛起的好时机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看法是相对来说把中国独立于世界去判断中国自身的设立 家宾言论呢 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风相对的超级强权 法新社发表评论指出 北京越来越远离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代 邓主张韬光扬灰 在与西方打交道时谨慎行事 2012年底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后口气大变 其一步步改变了中国外交的方向 其的想法具体化为日前与华盛顿的口水大战 对美国针对中国处理新冠疫情的系列尖锐批评 以牙还牙 面对新冠疫情肆虐 中国向外国免费赠送了陈顿的医疗物资 承诺向世界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 并提议一旦中国研发成功疫苗 将供给所有人使用 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悉尼大学教授梅卓琳认为 这符合北京利用其经济发展 以在国际上赢得更多朋友的传统战略 属于中国扩充其影响力的一部分 当然也有着明显的商业的和政治的目标 北京的这一战略使其在反对台湾当局 以及应对西方针对其大规模 关押维吾尔人的批评时 争取到了不少国家站在他的一边 中国外长王毅 星期天在人大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总结中国的外交战略 我们不会主动惹人 中国人是有原则的 面对谋划的针对中国的造谣 我们会坚决反击 保卫我们的荣誉 以及我们中国人民的尊严 去年以来 众多的中国外交官使用 被中国禁止本国人民使用的推特 这些外交官替其政府辩护时 表现出罕见的激烈引发 逐多的争议 中国媒体形容他们是战狼 战狼的名称取自一部中国同名影片 这部宣扬民族主义的影片 创造了一颗类似美国第一滴血 主角兰波那样的英雄 影片称 犯我中华者 随远必足 我所顾忌的中国外交代表人物之一 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指美国军人可能把新冠病毒 带到了武汉而引发暴风雨般的谴责 的确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用中国病毒来形容新冠病毒 并且称新冠病毒可能因武汉一个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发生事故所致 无疑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形容新冠病毒 恰恰是在赵立坚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身份 以阴谋论的表述方式指美国军人可能把新冠病毒引入中国之后 北京始终没有超越针对其采取的压制性政策的质固 北京因此 已经无法满足于低姿态 不过美国并非北京唯一的攻击目标 在澳大利亚 在坎培拉表示应对新冠病毒来源进行国际独立调查之后 中国大使扬言要抵制澳大利亚农业产品 在事关官网发表批评西方应对疫情不当的文章后 中国驻巴黎大使也被法国外交部召见 对法方而言 这是一个罕见的外交行动 在这一背景下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尔周一要求 欧盟成员国外交官对北京采取更强力的战略 他对德国外交界表示 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且自诩 他的成功引起踪中 但也引发许多的疑问和担心 荣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曾瑞申分析 中国外交企图转移部分本国人民 针对其新冠疫情处理失误的批评 战狼性质的挑衅性宣传 在外国激起了愤怒 这是北京为了稳住自己在国内的合法性 付出的代价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 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朱志勤指出 中国在为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斗争 但是它的吸引力太薄弱 他们的说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宣传 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药文分析 感谢Yubi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2017年末 布罗斯在一场简报会后 与他的老上司 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麦凯恩 展开了一场讨论 而其中最令人担忧的话题之一 就是美中军事较量 在这场麦凯恩安排的简报会上 布罗斯向十几位美国参议员 介绍了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库 包括精确打击打弹 远程手感器等高等武器 这些发展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国是否会在一场战争中输给中国 布罗斯在上个月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就给出了答案 他指出 美国已经丧失了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力 美军必须在其传统实力受到侵蚀的情况下 拓展高科技作战能力 否则将很可能输掉一场未来战争 美国智库卡列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布罗斯周二在布鲁西斯学会 举办了一场广络研讨会上说 等战结束后的近30年来 我们一度认为美国正逐到全世界 但现实情况表明 中国已经打破了这种观点 我认为当前的世界格局正开始回归到大国竞争这样的历史常态 我也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只是一个强国 而是一个同等对手 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将远超当年的租联 穆罗斯在这本名为《沙龙链》 在未来的高科技战争中保卫美国的新书中坦率地写道 过去十年来 美国在与中国的假想战争中有一个坚定完美的记录 那就是它几乎每次都输给了中国 它还在书中说 在一场战争中 中国将会立即消除美国间谍卫星和通信卫星的能力 精确打击美方在关岛和日本的军事设施 而美军航空母舰也不得不为了躲避攻击而驶离中国大陆 导致其F-35战斗机无法接近中方军事目标 穆罗斯在研导部上坦言 美国主导全球各大战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它现在更需要做的 是确保其他国家不在这些战场上建立他们的控制权 我们并不需要控制所有的作战空间 但我们应该也能够在这些区域投射军事影响力 并开展攻击性和胁迫性军事行为 以防我们的竞争对手控制这些空间 他建议说美国国防部与其继续对现有军备进行改造升级 不如建造更小巧 更具自主性和高智能的武器 这样一来 美军就可以节省相当可观的人力资源 一起需要一大半人马操控的传统武器 这些新概念武器可能只需一人操控而已 波罗斯指出 中国近年来开展的军事现代化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削弱美军的长期作战模式 特别是在远程精确指导武器 巡航打弹 高超音速打弹 反太空能力 网络作战能力等领域 他强调 尽管美军应该显著提升在高科技作战能力上的投入 但这支军队也绝不能丧失它的传统威慑力 如果我们失去了传统威慑力 我们的对手将彻底改变他们对自我实力的算计 包括他们能在全球施展哪些拳脚 如何全球自身利益 他们又能对美国 及其盟友和美国的战略资源动哪些手脚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上个月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美国军费去年达到了7320亿美元 占全球军费支出的38% 中国公开的军费去年预计达到了2610亿美元 占全球军费支出的14% 自于爱洲电台记者加奥华盛顿发达 在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预先发表声明表示祝贺 声明说蔡英文以巨大差距赢得连任 显示她赢得人民的尊敬 钦佩和信任 她带领台湾蓬勃民主的勇气和视野 是对地区和世界的启发 星期三 庆祝蔡英文赖清德就职仪式播放了来自各方的祝贺视频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 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 也在预录视频中向蔡英文和台湾人民表示祝贺 史达伟说台湾的民主已证明是印太地区和世界的模范 台湾在新冠疫情中提出的早期警示已让世界欠台湾一份情 美国会持续倡议让台湾的声音能在国际组织中被听见 博明则是全程以中文发表了将近三分钟的贺词 除了对蔡英文表达祝贺 他也表示美国会通过与台湾合作来体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三位特朗普高官对蔡英文的高调祝贺引来中国政府强烈谴责 北京当局称台湾是其一部分 美方的做法是在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对美方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不过分析人士说 在中国对台湾不停歇的施压下 华盛顿必须让他对台湾的支持更显而易见 同时也借此告诉北京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不受北京控制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肖良奇 告诉美国之音 北京的强烈反应原来就在预期中 但尽管如此美国依然发出支持台湾的强烈政治信号 这个信号也是要告诉北京 虽然美国仍然遵守他的一个中国政策 但华盛顿不会允许北京支配他如何与一个民主盟友 也是美国重要安全伙伴的关系 肖良奇说 在北京加大对台北施压 试图孤立蔡政府的情况下 未来四年台海两岸关系可能会持续恶化 因此美国对台湾可见的与具体的支持将会更加明显 这也反映在国务卿佟奥亚太助卿史达伟及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祝贺蔡英文的行动上 这些全都是美台关系的第一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范亚伦也认为 台湾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已经改变许多国家对台湾的看法 未来不仅是美台关系会继续增强 可能支持台湾的国家还会更多 前美国副总统千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旺辉说 特朗普政府三位高官对蔡英文的祝贺主要是恭喜台湾的选民 但非常重要的也是希望中国的所有公民能够看到美国对民主的尊重 对于蔡英文第二任开始 两岸之间是否能够对话 叶旺辉说这并非蔡英文自己可以决定 在新冠疫情下 台湾政府没有从国外邀请宾客参加这次就职仪式 许多国际政要都以预录视频表达祝贺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重申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原则来对待中国的立场 并强调台湾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来矮化台湾及破坏台海现状 他说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转折点 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 以避免对立与分歧扩大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钟瑞哲的报道 各位听众 台湾与中国在五月份的最后这几天格外引发世人注目 五月二十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连任就职演说 紧接着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与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相继召开 台海两岸的这两场重大政治事件分别在中美紧张关系升级的情况下展开 国际社会必然对两岸政策如何定调中美两国的较量 以及台湾在中美对抗中的角色和作用 倍加关注 对此 美国纽约势力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夏明夏教授您好 随着蔡英文的连选连任最近一段时间来台湾与中国民间的反中和仇台情绪自有抬头 这一趋势有没有可能引发武力冲突 简单的来说我觉得最近来看了中国政府要用武力解决台湾了或者达到他的统一了 尽管从他的言语上来说从媒体上来说他们觉得是会加快这个步伐 但是我认为中共散台的这个几率了现在来说是在降低 而这里边的有几个因素 其中一个主要的是在于中国政府了本身了他面对了很多的危机很多的困难 而尽管中共可能会通过战争叫嚣或者是煽动民族主义了 或者有人说他现在想进入一种暂时状态 通过这种暂时状态了来凝聚国内的老百姓的凝聚力了 可能他有这种打算 但是我认为这种打算现在要实行起来了 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的问题 社会的各种矛盾 所以我不相信中共他有这种能力和这种各种后勤的这种配备 还有政治领导人的决心可以下这个赌注 第二个因为台湾也不是一个小地方 台湾有将近2400万人口 在海军空军的经历的配置上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的说解决去解决的地方 再说我们看到中共在过去40多年的历史中 唯一的一场战争是跟越南 而跟越南打仗中共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了 所以我不认为中共他有这种自信认为可以轻取台湾 因为台湾还是有能力进行某种 用蔡英文总统的话来说 不平衡的不对等对抗了 台湾还是有些资源 第三就是说从美国的局限来看 美国长期在台海关系上 美国是玩的一个战略模糊 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川普总统的政策下面 尤其是川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关于国防国家安全各种法令 在5月20号又颁布了美国对中国的国防战略当真了 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是非常明晰 他对台湾的承诺 非常坚定的表示 不允许是用任何的武力来解决两岸的目前的现状 而美国看到台湾作为不仅是中国人的民主成就 而且更大的成就是亚洲的民主灯塔 所以我相信美国的战略意愿和美国的盟国的对台湾的捍卫了 那我相信现在是更明晰更坚决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 我不认为大陆要武力犯台了 因为目前来看如果爆发冲突不可能是台湾引发 一定是大陆引发 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至少我的分析来看是不现实的 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因新冠疫情而加剧 最近在台湾问题上也互不示弱 无论是在要求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的观察员地位问题上 或是在台湾水域或防空领域展示武力上 均表现得十分强悍 中美两国的这些表现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台湾在其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对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了 台湾就和刚才我们谈到的了 和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了 台湾内部有很多的变化 台湾的新生代年轻人 本土意识逐渐加强 而且台湾人看到香港的命运了 基本上对一国两制就失去了信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蔡英文连任旧的演说里边 就完全抛弃了 对一国两制对九二共识就完全抛弃掉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追求保持现状 另外其实暗中 就是在准备各种完全的脱钩的可能 台湾其实已经是一个事实的独立国家 所以事实的独立不断的在强化 蔡英文总统也提到在国际上呢 具体更多的空间 甚至加入国际组织等等的 那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尽管是很低调的 但蔡英文总统呢 做事情也不是一个是想去击入大陆的人 但是这些低调的做法呢 一定会引发大陆的许多的不满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中美两国在对待台湾的这个问题上了 因为台湾许多的成就 无论是经济还是民主上的成就 尤其这是抗疫的成就 台湾呢向全球展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疫的一个公关外交 而且台湾对全球的口罩的这些支持啊 我认为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呢美国更坚定了对台湾的捍卫和支持 美国对台湾呢现在也有个某种的感性呢 就在防疫这个事情上 因为你可以看到台湾制造的口罩进入白宫 白宫的人呢他们用的口罩呢都是由台湾制造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 美国呢会继续强化了跟台湾的关系 尤其是一些官方关系 所以你看到美国无论与台湾的关系法上面的坚守 还有对台的旅游法的制定 另外还有牺牲驻台办事处的级别啦 呃还有他的保卫 由美国陆战队来保卫了等等啦 那么最近呢现在又有美国一些 像军舰或者飞机这边啊 往台湾去访问 或者甚至在台湾去进行某些修理啊等等的 你就可以看到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呢 会继续强化继续加深 官方关系也会加深 尤其这次蔡英文总统连来 你可以看到美国给的祝贺 规格都非常高 而且支撑台湾总统 所以我相信呢 美国跟中国呢 继续会在台湾问题上呢 引发很多的冲突啦 矛盾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 明确的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呢 给大陆的关系 是一个竞争性的关系 不在乎会引发很多的冲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 在这次像世界卫生大会上 中国跟美国的这种较力了 也展示出 美国可能表现得非常明显 像特朗普总统了 跟其他的美国总统 有点不一样的就在于 其他的美国总统 恐怕是不愿意太多的 跟中国呢挑起各种危机 但是呢 特朗普总统呢 他这一点呢 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他不惜了 就是让大家了 有一种过三次的感觉 把世界 或者把台海关系 或者把中美关系呢 引发某一种 大家看得非常惊险的场面了 他也在所不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特朗普总统 有更强烈的战争边缘政策了 或者冒险政策更强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反映了美国 以牙还牙 中国政府原来可以 恃意妄为的 这种时机呢 已经过去了 美国呢 一定在第一时间 第一地点 对中国做的任何的 他不满意的事情呢 当时就要回击过去 所以这点呢 恐怕是美国目前的 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 台湾总统 520就职演说 以及中共两会 几乎在同一时间展开 这两大政治事件 最大的看点 分别是什么 对 这两个最大的看点 我觉得 第一就是台湾呢 整个就职典礼了 非常的让人觉得 有一种 身份的一种感觉 因为毕竟呢 就是台湾呢 在这个疫情中呢 是非常成功的 应对了 而且呢 整个经济了 社会了 政治了 都没有被打断 这点呢 对台湾来说 当然是非常引以自豪的 而且在这种背景下呢 台湾现在因为 它的经济了 没有受到 像其他国家 那么大的影响 经济呢 还保持着正增长 成为亚洲思想隆中 现在经济了 增长最快的 所以对台湾人来说呢 当然他们这种成就感 和这种自信心呢 提升了非常快 所以 蔡英文总统 在对大陆的问题上呢 也是充满了 更多的自信 也有更多的 经对一个坚守了 没有做出 任何的让步 以此相比了 你看到大陆呢 大陆现在在 召开两会 那么我这个 总的感觉是 这个两会呢 开得有点像 老鼠会议了 确确实实有点 阴森啊 有点阴沉沉的 一种感觉 因为在整个会议期间呢 他的等级是非常明显 国家级领导人 不戴口罩 其他人呢 全部都戴口罩 在台湾就没看到 这种等级了 另外在李克强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 已经放弃了 对国民经济 增长的任何提法 也就是说 今年呢 2020呢 已经不考虑 所谓的国民经济 增不增长了 这一点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 中共呢 一直对国民经济的 增长率了 有一种盲目的 崇拜的情节了 一直要宝巴啦 一定要不低于两位苏啦 一定要保六啦 等等的 那么现在呢 他今年呢 是把他给放弃掉了 所以我觉得 也反映出中共呢 对今年中国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评估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 确定一个 他能够执行的 硬性的指标了 所以他在经济 和社会各个政策中呢 太多的不确定性 有太多的风险 他们现在呢 像一种危机应对模式 而不是一种 比较有趣的一种管理 另外你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呢 讲到许多 包括他的财政的危机 整个政府呢 除了刚性财政 所谓刚性财政 就是吃饭财政 也就是工资 这些维持以外了 所有的非刚性财政 要削减50% 但是在与此同时呢 那你看他 其他地方也在花钱 像军费 它就要保持6%的增长 另外他在国外 他在私底卫生组织 这个大会上呢 一下就是未来 要给20亿的美元的援助 所以中国政府 国内在不断的出现债务 不断的在杀国债 而且不断的在搞 3.6%应该是 我记得说 这是3.3%以上的 这种赤字财政的情况下 他还不得不在国外了 搞这种的撒钱外交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了 就说 他面对了国内 非常困难的政治经济 社会的格局 他在国际上呢 外交上呢 也非常的困难 但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得不 忍痛割肉了 要把这个钱呢 要该用的 要用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外交上他在花钱 而军事上他在花钱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出现了 他的一种非常强烈的 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我这两相对比了 那我觉得可以看出 中共呢 现在确确实实在 应对很大的危机 最后请您谈谈 您如何预测 中美台之间 未来的关系走向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 美国呢 跟台湾的这种盟友关系了 结盟关系了 或者美国人说这种 alliance 这种盟国了 和partners了 这种结盟盟友了 这种关系呢 是越来越明晰 所以呢 原来美国基本上在 大陆跟台湾之间的 这种战略模糊了 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化 另外呢 美国制定的 对华的战略报告里面呢 可以清晰地看到 美国呢 一定是要让中国 在国际上 可在美国呢 在台湾 在香港呢 一定要付出 非常高的一个代价 不能让它 为所欲为了 所以美国政府 这边提的 就是非常清楚了 就是在竞争性的关系中了 在各种的交易过程中 美国一定呢 要跟中国政府了 在关键的时刻了 要捍卫美国的核心利益 要捍卫美国盟友的利益 要捍卫全球的体系 和美国所尊重的 这个价值观 所以我认为 目前来看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未来呢 这个关系呢 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 但并不是一种 完全大家拘不往来 或者断交 大家还会保持 官方的渠道的畅通 但是这种竞争性呢 会引发许多的危机 所以呢 就是中国政府来说了 未来呢 可能他们在美国 或者在西方盟国 在世界上 要做任何事情 他们都会感觉到 越来越难 要付出的代价 也越来越高 危机呢 冲突会越来越多 但至于双方 能不能管理好 这个危机 做某些让步 或者说双方擦枪走火了 那我觉得就要看 双方领导人的分子智慧了 谢谢夏明教授 各位听者 以上是本台的 公民论团专栏节目 由刘芳采播 感谢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 星期二在白宫 主持了美国新任情报总监 拉特克里夫的宣誓就职仪式 拉特克里夫曾经说过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并且说他一上任 就会开始追查 新冠病毒的起源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白宫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今天在白宫主任行办公室 当中的宣誓就职仪式 并没有对媒体公开 不过拉特特里夫 5月5号 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 就曾经表示过 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我和很多人们 认为最大的危险 和最大的威胁者 我看中国 现在最大的威胁者 我看我们在哪里 有关于中国最大的威胁地 Challeng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eal with we may forget about them but they don't forget about us but i agree with you in terms of making sure as we look at the national um intelligence framework and um whether we're committing enough resources to the rising power that is china when you look at the the initiatives that they have the uh belton road the um made in china 2025 the um the military-civil fusion initiative where they literally want by law chinese companies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these are all spokes of the same initiative and that's for china to supplant us as as the world's superpower and to be able to set standard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very clearly don't want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li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tting standards in the world marketplace and so i look forward to sitting down with you if confirmed about how od and i and the and the other sixteen elements are dedicated to the rising threat that is china which i view as our greatest threat actor 而截至美国时间5月26号星期二的中午为止美国境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认人数已经突破了169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突破了99000人 达特特里夫就曾经在参议院听证当中说过等他上任国家情报总监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而现在美国经济也正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严重冲击跟影响 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中午在白宫当中回应记者问题的时候就表示说 他认为呢经济重启活动之后就会看到经济的强烈反弹 而第一阶段已经签署的美中贸易协议呢 他则是说如果中国遵守承诺他们那一方的承诺 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遵守 但如果他们遵守的话 我们将看到刺激成长刺激工作的大量出口 我想总统在这些贸易协议上的协商给经济大大的加分 库德洛并且也说呢 关于这些贸易协商跟贸易协议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以及明年看到更多 以上是美国资金白宫记者黄耀宜的报道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美国制药商莫德纳这个星期一宣布 正在研发中的新冠疫苗在进行第一阶段的人体试验中 显示出乐观的信号 那这家公司说如果一切顺利 渴望在明年医院投入使用 那这是一款什么样的疫苗 它的前景如何 这家公司能不能实现这样雄心勃勃的时间表 我们要继续请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 林小旭博士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 那林博士 这个莫德纳是全球第一家公布人体试验数据的公司 因此呢 备受瞩目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背景 莫德纳公司是位于美国波士顿的 这是2014年才成立的一家新的这个生物技术公司吧 可以说相当新 但是它的实力却很强 当然因为它背靠麻省总院医院 还有哈佛大学嘛等等 所以它的这个研究团队的实力蛮强大的 那它已经抽集了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基金 那目前有24种不同的这个疫苗或者是药物在他们的这个生产线上 那其中有20多20应该有23种左右的 就已经在准备 有的在一期临床试验之中吧 有的正在准备 就是一期临床 所以它本身确实是一个 一个中型 目前大概也就是大概有700多人的这样一个员工 这样一个公司 不算特别大型的公司 但是它的这个资金雄厚 这个研发能力很强 而且它用的基本上是mRNA这个平台 所以跟很多这个疫苗公司不一样 它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 那它在历史上有哪些攻击 使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会选择跟它合作 在这点上其实它还没有攻击 因为它就是说 刚才提到了20多种药物 就是 虽然已经算很成功 对于一个初成立的这个医药工已经很成功的话 就是它已经开始了一期临床试验对吧 那但是呢 它并没有说我已经有某个拳头产品已经出来了 并没有哪一个药物已经上市了得到FDA的批准 它还没有说大的攻击 只能说它确实在FDA和NIH里面有它的声誉 就是它能够很快地应对不同的这个比如说Ebola的爆发呀 或者是Zika呀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这个就是流行病的这个爆发嘛 但是很快很快地利用它的MIA的平台生产出一个疫苗 进行准备做临床试验嘛 那而且它当然因为用MIA 它跟很多其他的这个用灭活病毒或者是减弱性的这个病毒的传统的做法不太一样 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周期 研发的周期可能会会短一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在现在这个大流行pandemic的情况下 确实是政府希望加快整个进程 所以它当然会受到政府的青睐 那另外也是因为它 毕竟是哈佛的嘛 还有跟这个麻省总院啊 还有其他的大的研究所有合作 所以当然在政府方面的NIH方面 它有足够的足够的生育 所以它拿资金是比较容易一点的 不仅是NIH 还有这个郭伯铺啊 大牌啊 Bie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啊 CPI啊等等 这些大的机构也都给它钱资助 所以它确实就是说资金雄口 所以这个后期之效 你刚才提到这个Moderna它研发的疫苗 并不属于我们知道的那个两种传统疫苗之一 也一种我们所知道的叫 减毒活疫苗 另一种叫灭活疫苗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Moderna这款疫苗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疫苗 嗯 其实传统的疫苗 它是用整个病毒来设计疫苗 对吧 所以你要么把这个病毒杀死 那就是灭活的疫苗 这种疫苗当然它是比较安全嘛 你这个一定是死的病毒 打到人体体内 然后激发这个免疫系统反应 那相对来说 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安全 但它的劣势呢就是说灭活的疫苗 它已经灭活 所以病毒的这个表面蛋白的构像 和病毒颗粒的构像 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它的看 它的看原性会差一些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 是减弱毒性的活的疫苗 那当然这个病毒保持它原来的构像 它只是这个毒性减弱了 但它有可能更容易激发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产生比较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的抗体 它有这样一个一个作用 但是它的风险就是说 毕竟是活的疫苗 人们担心这个活的疫苗 有可能在体内进入突变 产生又很强的这个毒性的这个病毒 所以这个风险上就大 所以这是传统那种疫苗 它本身各有利弊 但是都一直在用 那莫德纳公司它的研发的MNA 是作为新型的疫苗开发的平台 它是一种基于RNA这个水平的 这样一个一个疫苗开发的平台 它一个好处就是说 对于比如说像一些蛋白 是表达到细胞体内的 或者在细胞膜上的这种蛋白 它比较有好处 因为它是MNA直接打入到细胞里面以后 然后呢这个蛋白在成功的体内表达以后 那对于一些在细胞内的这个蛋白 或者在细胞膜上的蛋白 它就能够比较完整的 就比较有效的 英文字叫delivery 就送达到那个地方 那由于其他的一些新型的疫苗开发平台 一些重组的技术 它往往是针对于分闭素的蛋白 就是蛋白在体内生产以后 它会分闭到细胞外的 那这种蛋白的这个delivery 其他的这个存组技术比较好用 那Moderna公司用的是MNA的平台 而且它不去牵扯到 就是说蛋白的构像啊等等 因为我只要细胞表达 就希望它能够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 能够保证度比较高的呈现 这个蛋白的这个构像 它也有这样的便利 所以这个Moderna公司 但是它用这个平台来做呢 确实它开发比较快 比如说这一次 它一旦序列得到以后 它就可以挑出这个S蛋白 这个S蛋白整个这个基因序列 然后它设计好它的MNA 来表达这个S protein 其实它都很快 它不需要去在体外再做一个vector 比如像中国的这个腺病毒的这个疫苗 它是用这个腺病毒作为一个载体 要把这个病毒的S protein的这个基因 插入到这个腺病毒里面去 然后再导到人体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就有好多其他因素 会影响到这个病毒的S蛋白的表达 对于Moderna公司的MIB 它比较直接了当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这次这个Moderna疫苗试验 总共才45个人 在这个参加的试验的人当中 他们在接受了第二次的疫苗剂 以后呢 他们体内出现的这个抗体 比新冠肺炎康复者的相同 甚至还有这个公司说 有明显高得多的这个抗体水平 那也有这个批评说 这样的小范围的试验很难有说服 你怎么看 我是认同 现在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实验 确实没太大的这个说服力 而且它也确实只是从 就是八个人的身上分离到 就是要明确的说 有这个中和性的抗体的产生 对吧 就是它分成几个组嘛 就是实际上它这个实验是分成 三个组就是低级量的 中等剂量的 高级量的 那它只是在低级量 中等剂量的前四个人 所以加起来总共是八个人 他们体内表达了这样的 中和性的抗体 那这个确实当然是 很小量的这个样品 但是现在这个公司这么早 把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出来 我觉得其实如果严格的说的话 过去这些医药公司 或者不管是哪个公司 做这个临床实验 绝对不敢 把这么有限的数据对外公布 因为后面还很难说嘛 因为你这个实验设计 它肯定是 比如说注射完这个疫苗以后 你要14天 28天 三个月 六个月等等 你都要检测这个抗体的这个水平 因为你就算说 比如说你现在一个月以后 你测到它有高出 这个有这个抗体比较高 可是要是过了两个月 它这个抗体完全降到零了 那就说明这个抗体 不是持续性的保护作用 那你的疫苗还是没有多大作用嘛 对不对 所以 你看你现在这么早 说出这么一个非常乐观的信息 我觉得 其实这些公司 确实是 也许也许是为了他们股票的这个上升嘛 对不对 就像中国Consignor公司一样的 当初 它一旦跟媒体做一个合作 说啊 我已经做出了疫苗了 媒体一渲染 那马上股价就上去了 对不对 莫德纳公司也是这样子 我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结果 一说两句 那股票满含就上升了 所以投资者的造型 但是其实从科学的严谨性来说 我觉得 这没太多的疫情 很显然 这个莫德纳公司在新冠疫苗研发当中 它是走在前列的 可是这个公司 它跳过了一些大型动物 比如灵长类动物身上的试验 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大型动物试验 还是说这样做 不一定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灵长类的试验 它跳过了 在这种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 直接这么做 也不是没有前例 但是呢 当然是不是不理想的一个情况 对吧 也有一些疫苗在开发过程中 就是说 这其实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包括比如说 真格人疫苗的开发 其实过去几十年里面 在灵长类里面研发的 不见得特别成功 但是呢 像Snowfield Passio 它直接在泰国上人体的试验 但是它找到一个范围 找到一个安全阶段的范围 对年纪比较年轻的人群 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所以对它来说 它也算成功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争议性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跳过了一些动物试验 有的是不得已 但现在好像是说 因为时效性 为了跟这个大流行对抗 你不要加快这个过程 所以有可能跳过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研究机构 在补上这一块 就是跟马达大公司进一步合作 补上这一块 毕竟有动物的模型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便利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现在发现有些新冠病人 当时以后在第二次感染这样的情况 那注射疫苗后 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挑战呢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疫苗开发中的这个难度的所在 就是说特别比如说 像刚才我提到的 它有四种血清型 那么疫苗开发的时候 最大的难度就是所谓的ABE effect 就是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 就是依赖抗体的增强性效果 简单的解释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注射了一个疫苗 是针对一型的这个登革热的 但是他第二次被二型的登革热感染的时候 他之前产生的抗体 反而是促成了这个 或者是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 进一步增强 而且更有致病性 所以这个是反而是更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打了疫苗 不但没保护到自己 对第二次不同的血清型的这个病毒 来感染的时候 反而更糟糕 那这个COVID-19呢 也面临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很有可能有这个ABE 我也看到有科学文献提到这个ABE effect 但现在就是说 当然大多的媒体啊 或者其他这些疫苗公司 在这个研发过程中 基本上不提这一点 可是这种风险性是确实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疫苗最后有多大效果很难说 对吧 很多人被感染以后 他有可能再次感染 那这个也是 也是说 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这个病毒很有可能 就是在全球这么大面积被感染以后 这个病毒对人体有相当强的吸引性 而且在不同地区 很可能病毒这个突变 也朝着不同方向在走 所以人们被再次感染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好 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 林小旭博士 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保证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成功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那中国能否兑现这个承诺 另外美国制药商莫德纳宣布 研发中的新冠疫苗第一阶段人体试验 显示出乐观信号 这款疫苗前景如何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保证 中国的新冠疫苗开发成功 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全球的公共财产 那中国新冠疫苗开发 离开成功还有多远 习近平能不能兑现他的承诺 2018年疫苗治乱后 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 今天我们要请前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 病毒专家林小巨博士 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 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邀请我 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在世卫大会上保证说 如果中国研发新冠疫苗成功 要作为全球的公共财产 那这个承诺到底是什么含义 我觉得这个承诺当然是要在这个疫苗能够成功开发的 这样一个前几项面 那实际上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疫苗的开发 对于世界各国现在 确实在这个激烈竞赛之中的各国来说 其实疫苗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产品 都应该是属于全球人们的共同的 这样一个智慧的这个结晶的产物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 这个许诺有特别大的意义 因为换一个角度来说 现在这些疫苗都是不同的疫苗公司开发出来的 即使是中国现在比如说正在研发的 这个Cansino公司的这个 鲜病就是做的疫苗 它也是属于Cansino这个公司的 虽然这个公司是属于这个有军方背景的 但是最后呢 它要想做大的零床试验 它也必须跟大的生物公司合作 很可能跟跨国的公司合作 所以最后这个疫苗呢 很可能本身就会是一个全球 都有可能都用得到的一个产品 所以并不需要习近平做这样的承诺 其实很可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可能用到 只要说这个疫苗是有效的 那是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公司 研发出了疫苗 然后它就放弃了所谓的这个知识产权专利啊 或者经济效益呢 不见得会 因为我觉得正常的疫苗的这个生产过程 特别是要大规模生产 对吧 你生产几千万级上亿剂的这个疫苗的话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小公司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一般都是大的跨国公司参与 而且呢 特别是第三期临床 是特别大的话 往往很多地方会会跨医院 跨研究中心 跨国的这些合作 一起来做这个疫苗的研发 就是第三期的临床 很多情况下是跨国的 所以其实它本身不会只是极限在中国内部 我感觉上会 它一定会走出这一步 而且现在确实中国本身的疫苗 也面临着一些生育 过去也有过 就是劣质疫苗 假疫苗的问题 所以它跟跨国公司合作 会增加它的信誉度 所以在这一点上 最后的产品 不见得说中国的Casino公司 就彻底放弃它的专利 只是它应该跟其他公司合作分享 那习近平做出了这个承诺之后 会不会提高 就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也平息国际社会 对中国早先处理疫情不当的 这样的批评之声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因为即使他不做这样的承诺的话 其实人们对于中共早期 掩盖疫情这个事情的追究 当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他现在做了这个承诺 这件事情并没有说 就因此而淡化 而且我觉得整体上 其实是国际社会 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到底这个病毒的来源是怎么样的 这有助于预防 也可能以后还会有再来一次爆发 对吧 要么比如说是其他的动物 再次传染到人等等 所以对于国际社会来说 它必须去追究这个病毒的来源是什么 那当然中国方面掩盖这个疫情 早期的时候特别掩盖后期的时候 也对于这个死亡人数 还有这个感染的人数 还有就是无症状感染人数 这多方面的这个疫情 没有真实数据跟国际社会共享 这个当然是有它责任所在 所以国际社会才会追责 但这一点我觉得并不会因为一个领导人 做了一个典单的承诺后 就给它淡化下去 也许有些国家会买账 但我觉得主要的西方国家不见得会买账 那现在中国疫苗开发 据你所知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国际上是不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呢 中国确实投入了比较大的资源 来在疫苗方面做这个竞赛 确实是有很多个疫苗 现在已经就是在快速的研发期间 比如说像Cansino公司 也就是由这个军事科学院 下面的一个生物工程研究所 他们所主导的研发的这个线病毒 作为载体的这个疫苗 它已经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 这个注册病人的注册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当然在这边是很快的 那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其他国家来看 可能中国在这方面 其实还跳过了一些步骤 因为往往一般来说 都是要等第一期的结果 至少说第一期的结果比较明确以后 确定了安全剂来以后 才会上第二期的临床时间 但是中国基本上是二期 就是紧随着第一期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在这点上 它是跳过去的步骤加快 那另外呢 中国还有两个烈火的疫苗 也已经开始第一期的临床实验 那这点上当然是也是挺快的 那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呢 目前全球大概有十种不同的疫苗 已经开始第一期的临床实验了 那美国的这个 莫德纳公司的这个MMA的疫苗 也算是相当快的 那大家看到这两天 有关于它的这个初步研究的 一个透露的信息吧 但是我觉得中国方面呢 也可能近期 我觉得也会有类似的动作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第一期临床时间的初步的结果 最主要是安全性 以及它是否会激发 这个抗体的产生 那这最基本的问题 我觉得很可能中国方面 也会尽快提供这信息吧 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康希诺生物有限公司 就是中国的 处于也是领先地位 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 那现在世卫组织 已经启动了一个 所谓的汇总资源的试验计划 试图了通过汇总数据和这个资源呢 来加快安全 有效的来开发新冠疫苗 可是呢也有国家反对 比如说特朗普总统就反对说 我们不能依赖 WHO来领导全球 开发新冠疫苗的这个行动 你怎么看 其实我是觉得 目前的一些跨国的 合作的疫苗开发的平台的话 其实它本身已经有相当多的 这个信息的共享 资源的共享 像CEPI啊 还有这个像比如说Berlinda Gates Foundation 他们也制作了多个 这个疫苗的这个开发啊等等 还有很多就做模型的 做这个病毒模型研究的 它其实很多 像John Hopkins 他们做这个COVID-19的模型的研发 它是全球的资源 它都可以迅速收集起来 来做这个模型的这个预测啊等等 那疫苗开发的话 这个像Moderna公司 他们所做的这个 这个疫苗的研发 它其实跟很多个 伊拉中心都有合作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就是WHO 能不能更有效的促成 这么一个平台 目前我觉得先打一个问号 而且呢 WHO说实话 很多情况下 它确实比较官僚 我以前 多个朋友在WHO工作过 就是即使是在这个 Ebola outbreak 或者是MERS outbreak 过程中都知道 就是WHO的很多效率是很低的 在这种全球疫情 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 WHO能起多大之后 能不能快速调动它的资源 但是打个问号 因为WHO在很多地方 虽然有所有办公室 但它并没有很强的知识行李 在这点上 WHO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陷 而且像比如说 像流感疫苗的这个监测啊 其实像美国等等 他们虽然也跟WHO分享 但是它其实它自己内部的运作的这个效率要快 跨国分享 跨国样品的分享 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很慢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并不觉得WHO一定在这方面能起特别大的作用 那现在这个中国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有专业人士说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要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几乎是不可能了 没有传说中国正在寻找海外另外一个国家来进行第三期的这个原体试验 这种做法可能性有多大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疫情不能说是完全就受到控制了 目前很多信息传出来的是包括武汉也有很多的这个病例的复发 然后在吉林啊黑伦江啊等等地方都有就是这种社区性的这种爆发的案例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说是疫情减缓了 但是并没有说完全成功过去了这个疫情 那当然现在好像人数会会就是参加这种临床试验的人数会难找一些 特别是到三期临床试验你要大规模的人 那按照目前情况来说确实是中国需要跟国际社会合作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希望的跟国际社会合作吧 这样才会能提高中国研发出来的疫苗的这个信誉度 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全球推广 我觉得应该也有好处 至少我相信跟新的公司一定的希望跟其他跨国公司合作 这样他们的公司的股价也会进行不上升 那说到生产 中国研发出的疫苗在生产方面会不会主要在中国生产 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中国生产的这个医药的信誉产生了怀疑 特别是这次发生了新冠疫情后 很多国家都在要起仓跟中国脱钩 所以在生产方面你觉得会遇到哪些挑战 生产方面我觉得就是看中国政府方面政治力量的介入能有多少 当然因为Consino公司比如说它本身就是军方的背景 可能政府对它有要求要求扶持本地的或者是说本土的这样的疫苗生产公司 但是我就觉得中国没有特别大的这种信誉度非常高的跨国的医药的公司 所以在这一点上当然是中国本身的一个大的缺陷 而且疫苗的生产其实这个标准也还是蛮高的 GMP生产这个要大规模生产而且要达到GMP的标准的话 其实其实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 甚至连我以前在美国军方工作说我们开发疫苗到了三期以后绝对不是自己做的 军方这么大的这个机构这么大的资金都不自己做 一定是让这个商业性的这些医药公司去处理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除非是政府方面要求说你这个Consino公司必须用本土的公司 不然的话Consino一定会找其他跨国公司合作 那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2018年中国出现了几起疫苗丑闻 发生在这个长春长生制药场 一个是这个狂犬病疫苗 这个是他们在那个生产方面做了作假 另外一个是百日破疫苗 有25万只的有问题的疫苗打入了儿童的体内 所以经过这些丑闻以后呢 你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信任度有多大 有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的疫苗 这方面的顾虑我觉得是肯定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呢 我觉得不仅仅是对这个生产出来的成品的这个资料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首先一定会看第一期第二期临床实验的结果 到底你这个实验结果上可信度到底如何 因为这么多疫苗在竞赛之中 对吧 在开发在竞赛之中 那所有的这个研究结果 一定会互相比较 哪个哪个疫苗它的安全度最高 那它的看源 这个激发力是最强的 安全性最有好 最有效 那量产最容易 价格最便宜 它有好多因素 对吧 这会决定到底 国际社会会会选择哪一种疫苗 作为全球推广的这个疫苗 所以谁生产的快 不见得是说 就是谁效到最后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看 就是哪些疫苗是比较有效 比较安全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中国方面又有 就是过去有这样的 不好的这个 略体吧 那确实会引起国际关注 那我觉得国际社会 也会看中国政府 过去对这些 略制疫苗的事情 是怎样处理的 在这之后 有没有提高 疫苗资料的把关的问题 因为当初你 当初这样事情 爆发以后 你很容易就当地找一个 找几个替车羊 对啊 但是问题的核心 应该是政府监管的问题 你导致几数万的小孩子 注射了类似的疫苗 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承担了责任 对不对 不仅仅是公事的问题 那政府方面 能不能有效的 借这样的这个丑闻 提高这个 对疫苗的这个管理 还是说继续重拢一些 利益集团 继续谋暴力 对吧 过期的疫苗 甚至也也没有 就是抛弃掉 拿它注射到小孩子身上 这样子就是 违背良心的事情来说 当然在国际社会上来说 会被拖弃 所以只有说中国政府 能够展示出来 他们在这方面 有实质的这个触发 而且有实质的这个 资料的把关的 这方面的环节的提高 那我觉得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这个 疫苗资料的信任度 才会提高 所以中华来看 我是确实觉得 中国即使是把疫苗 研发出来 这些公司的话 很可能还是会找 国际性的大的公司去合作 既然生产出来的疫苗 就是国际社会 它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里 不然的话很难竞争 好 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德 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 林小旭博士 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 硅谷审计员 帕特利夏多德 57岁 加里弗尼亚州 圣河西市人 为新冠而战的护士 基乌斯凯利 48岁 纽约市人 把他的生命 奉行给了教会和社区 希尔曼皮特曼 61岁 芝加哥人 这一长串 出现在纽约时报 头版上的名单 从老到少 从东到西 代表了美国在疫情期间 去世的近十万人 这篇特别的头版文章 只有黑色字体 显示的 逝者的名字和简短介绍 没有任何配图 通栏标题是 美国死亡人数接近十万 难以估算的损失 文章的副标题是 他们并不只是名单上的名字 他们曾是我们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说 这种编辑体力 恢复了百年前的传统 是现代史上没有的 他们又说 这长串的名单 就像华丽的挂坛 隔着半个地球 从事新冠疫区中心的 武汉市市民张海 知道了这篇文章 感觉出美中之间 明显的差别 武汉市当初的话 有那么几天的时间 他是照到过 选者的情况 然后再也没有了 张海的父亲 引新冠病毒并发症 于二月一号在武汉一家医院逝世 终年76岁 几个月以来 他一直设想在武汉建立一座 新冠死难者纪念碑 特上逝者的姓名 对逝者以纪念 给伤者以安慰 但由于中国警方的多次阻挠 只好暂时搁置 推特上有人用中文评论说 纽约时报的文章 是对特朗普政府抗议失责的一种批评 张海对本台表示 他建立纪念碑的目的之一 也是要警示中国政府 应当担负的责任 目前在纽约福德汉姆大学 访学访学的杨战青 三月初发起建立了 新冠法律顾问团 帮助疫情受害者家属维权 他认为政府公布死难者名单 可以迫使政府承担责任 政府不承认 那他们完全失去了 最基本的这个索费的依据 无论是向单位生存工商 但是要求政府承担这个 以安疫情那个责任 都没有一个最基础的证据 他认为受难者家属维权 就是让政府承担责任 在另一方面 国际社会已经在 新冠疫情的震荡中 开始以多种形式 来纪念和回顾这场灾难 5月15号 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市 在其标志性建筑 西北莱斯工前 落成了新冠病毒受害者纪念碑 在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下方 安放着一方明文 你们的火焰 将永远燃烧在我们的心中 自由亚洲电台 网民华盛顿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 现在是亚洲周刊小专栏 节目时间 我们仍然连线亚洲周刊 编辑肖伟基先生 肖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 加拿大政治病毒阴影 排华逆流冲击多元文化 新冠肺炎病毒意外的在加拿大 掀起一股排华逆流 投下了前所未有的阴影 反华政治病毒已经成为毒瘤 在加拿大华人聚居的城市 出现了反亚裔和反华人的现象 一些白人对华人进行了各种歧视攻击 侵袭加拿大最为自豪的多元文化 他们将病毒在加拿大的流行 归咎于华人 要他们滚回中国去 华人社区一反过去冷气吞声的状态 对歧视案纷纷报警 也发起全国签名运动 争取在国会通过法案谴责 那么除了民间以外 在政治圈子里有哪一些歧视华人的情况吗 加拿大的首席卫生官谭勇斯 是出身香港 在英国受教育 在加拿大成就事业高峰的医学专才 但他的华裔背景 却遭到一些政客歧视 联邦保守党党领袖候选人施荣 涉嫌以谭勇斯的主义 被警对接作出攻击 卑斯省齐利瓦克学区的学务委员 诺菲德更指称 谭隐瞒了变性人的身份之后 引发全国华人 从里和各省省长力挺谭勇斯 他每天工作20小时的内警也令人动用 而华人社区不管是否赞同还是反对 谭勇斯的专家表现都站出来为他证明 甚至有众多的社团发起组织反歧视的全国网络 要求涉嫌阻族攻击谭勇斯的政治人物 道歉下台 加拿大华人如何应对这一次的歧视情况呢 针对这波出现的加拿大的反华政治病毒 华人社区部分东西都纷纷站了出来 联邦政府和卑斯省政府也都拨管或者设立 反种族歧视社群网络 与华人团体合作 要求受害者不要沉默而要积极举报 有意思的是在疫情中出现了 一桩又一桩的反亚裔和反华事件 不少华人或者其他被误认为华人的亚裔人士 都急急举报 或者利用社交媒体曝光事件 舆论认为亚裔尤其是华裔 终于从习视领人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沉默文化中 走了出来捍卫自己的人圈 也捍卫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 本期亚洲周刊 还有哪一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 英超是全球最有价值的足球联赛 4次70亿英镑 吸引了全球富豪投资 新冠疫情改变了英超 金元足球的商业发展模式 暴露出业界的财政泡沫 需要开脱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市场 各位听众 以上是亚洲周刊节目 是由小山和小伟基共同主持的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再见 新冠病毒传染疫情肆虐全球 世界各国在努力防控疫情的同时 也关心未来的国际形势将如何发展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经历新冠病毒传染疫情后 将会如何影响世界 泰国前财政部长奈公和中国问题专家利德森教授 一致认为 我们或将迎来一个更加无规则或秩序可言的未来世界 泰国施纳卡宁威洛大学5月23号举办一场题为 新冠疫情后的超级大国更替与世界经济的座谈会 话题围绕新冠病毒后 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展开 对此 中国问题专家利德森教授发表观点认为 当前显然看到了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可能性 当然这其中同时包含了支持和不支持的因素 追溯以往 国际社会将中国视为超级大国由来已久 但中共领导下的北京政府始终管具这一称谓 北京当局之前对国际社会的表态是 即便中国发展强大了 但仍只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时至今日 中国延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说美国打的是侧重在国际间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政治牌 中国主推的则是强化国际间经贸合作与往来的经济牌 对比之下 中美二者各有强将 各有短板 现阶段中国的军事能力不如美国 未来则不一定 泰国前财政部长 奈公就中国在最近30年来对世界经济的正面影响给予肯定 对比之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主创美国优先的政策 则相对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奶工研判现状后认为新冠病毒传染疫情过后 大多数亚洲国家发展经济的合作方向仍以中国为主基调 针对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挑战美元国际地位的民间说法 奶工认为中国发行数字货币更多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经济体免受国际金融动荡的冲击或影响 目的是为了保障以人民币为核心经济体的稳定发展 美国仍在美元方面占有巨大优势 中国的数字货币当前无法撼动美元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主导地位 据观察中国的银行系统相对落后 根本原因在于其银行体系的工作职能主要为政府当局服务 并非以支持民生经济为立足点 假若将当前的经济优势除外 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明显不如美国和日本 譬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 日本的动漫和小说 均能在国际范围内引领潮流 相比之下 中国软实力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 往往跟当地的社会和民风显得格格不入 透过此次对抗新冠病毒传染疫情的表现 利德森教授从中美两国的抗疫表现中提出几个观察点 首先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 两国的政府和人民在选择生命健康与人权自由之间 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取向 虽说中国人更加注重保证生命与健康 美国人则强调人权与自由 但这并不说明各自在国内存在相反的意见 在此情况下 中美两国政府均要面对因为价值观不同 而在国内外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比如中国政府先前大幅调整新冠病毒死亡人数 北京当局在抗疫话题上打压台湾等等 总之在人类生命与健康话题上太过强势 势必对自己不利 中国官方的矛盾表现进一步加剧了外界的不信任感 这也是削弱中国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其二是北京政府所奉行的威权主义 在此次控制新冠疫情中取得了显著成果 并且成为范例 这为国际社会探讨未来的国家治理模式 评添了一个争议性的话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鼓励任何国家建立独裁体制 其三是中美领导人在解决新冠病毒疫情问题上 存在观念性偏差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但迄今为止 特朗普并未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或者是带领美国人民抵抗疫情 更多的实际行动却是不断的针对或谴责中国 中国的弱点体现在当局的思想意识和体制局限上 即在高度集中的统治意识中压制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自由 哪怕是提出有助于纠正领导错误的忠告或建议 这种权力也只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 事实上中国赢得国际社会信任的成本并不高 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共高层的内讧 泰国学者和政治家一致认为 中美两国虽然在国际舞台上主打不同的旗帜 但两个国家在政党利益集中 围绕国家政治中心建设跨地域 庞大物流网 乃至对外拓展军事基地等方面具有一致的特点 中国无论是主动争霸 或者是被动的成为世界霸主势必将会带来国际规则上的改变 如何在改变过程中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是一个挑战北京当局领导智慧的话题 美国方面假设特朗普继续连任美国总统 针对原有国际规则的更改甚至删除还会加速 未来国际秩序将变得更加无规则可言 那么意味着其他国家在超级大国之间寻求政治平衡 会难度倍增 曼谷江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